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落后于中原各诸侯国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军职位 他就是秦孝宫 他下决心发奋图强 将秦国治理成强国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罗人才 卫国的一个贵族公孙央 在卫国的时候国军不重用他 他听说秦国在招收人才就来秦国 托人引战给秦孝宫 上阳对秦孝宫说 一个国家要富强 必须发展农业 奖礼仗士 治理国家必须有赏有佛 赏佛分明 朝廷就会树立起威信 一切改革也容易实施了 双阳的一直说非常符合秦孝宫的心意 但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就竭力反对 过了两年 秦孝宫控制了朝廷 稳定了军位 就拜双阳为了书长 并将改革制度的事全权交给双阳 于是双阳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 但是又担心老百姓不信任他 不遵守新法令 他就想了一个方法 叫人在都城的南门 居住立起一根三杖锅的木头 派命令说 谁可以把这根木头抬到北门 就想这个人十两金 没多久 南门口围着一大堆人 大火仪都你眼望我眼 就是没有一个人上前抬这条木头 上阳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的命令 又将奖金加到四十两 但是奖金越高 看热闹的人就越觉得不人情理 仍然没有人敢去抬 正在大火仪游疑不定的时候 从人群中跑了一个人出来 那个人说 我来试试 边讲就边抬起木头走 一直抬到北门 上阳立即派人想装五十两金 给抬木头的这个人 这件事立即传开了 一下子轰动了秦光 从此老百姓都知道 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 但是这一次改革 遭受到很多贵族 和大臣的反对 有一次秦国的太子犯了法 雙央对秦孝公说 国家的法令人人都要遵守 如果做官的人不遵守 老百姓就不信任朝廷了 太子犯法应当惩罚他的师傅 后来 雙央治了太子的两个师傅 公子乾和公孙假的罪 一个被割掉了鼻子 一个在面上刺了子 这样一来那些贵族和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 周显皇十七年大量造双央率兵为安邑 安邑航秦 第二年 双央又率军公毅之故羊 迫使故羊归秦 秦因此越过落水 修复公元前408年被夺走的部分河西之地 为了进一步巩固秦国的统治 加强中央集权 双央在周显皇十九年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变价 开千蜜蜂疆 废除井田制 开千蜜蜂疆就是废土地国有 将标志土地国有的千蜜蜂疆去调 井田制首费于晋六卿中的赵氏 双央变法吸收赵氏改革的经验 且加以发展 在秦国境内正式废除井田制 确认地主和自家农的土地所有制 在法律上公开允许土地买卖 而且将政府拥有土地的寿田制度扩大 便于地主经济发展 增加地主政权的地税收入 大力推行院制 双央第二次变法之前 在秦国某些地区 就已经存在院一级的行政机构 双央变法将这个行政机构推行于全国 令到它成为秦国地方政员的基本组织形成 最初设置的院有三十几个 之后随着国土的扩张又增加了很多 每个院设院令和院成 全院最高行政长官就是院令 院成就是院令的助手 此外还设院位 长官全院军事 院制的普遍推行 将地方政权和军权集中到中央 巩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 统一度量衡 之前各地度量衡不一 不便于贸易往来 统一斗、统、权、杏、杖等度量衡之后 地区的商业往来十分之便利 商业很快就兴旺起来 这一切对于赴税和冯禄制的统一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扩大疆域千刀咸阳 咸阳南临惠河、北依高原 地处秦朗怀抱既便于往来 又便于取南山之产物 咸阳城规模宏伟 城内建筑有南门、北门、西门 由双阳监修的咸阳宫在城内 是由众多宫殿连接而成的宫殿群 宏伟壮官 为了加强秦皇朝的封建统治 而双阳按照中原风向和扎族 将秦的社会风俗改变 这一次的变法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秦的国力在变法之后继续上升 没多久 秦国进攻魏国 从河西打到河东 最后攻下魏国的都城 双阳变法的成功 为秦统一陆国创造了优秀的条件 双阳变法 双阳变法